在出国参赛人员确定了之后 集训队根据比赛的科目设置 逐个科目进行强化 作为中国第一支 参加国际军事竞赛的特种精度 他们的目标十分远确 我们就冲这个集训去的 我们要一定把集训拿回来 为咱们中国军事争奉 15赛告捷 应夺第一 称呼的展示 我们中国特种兵 良好的精神风暴 然而 要想实现永多第一的目标 困难却不小 包括美国 英国 等世界军事强国在内的 多支特种兵队伍将参加比赛 竞争十分激烈 我们是到一国他想参加比赛 情况不熟 进行升速 还把高度差别较大 人员气能影响较大 武器装备是由主办方来提供 这些对我们的比赛都有不利因素 种种不利因素将对队员们的能力和素质形成极大的考验 而就在这时 一个新的情况又出现了 比赛主办方同志 参赛科目刚刚进行了调整 而且调整的幅度还很大 从他的这个营区转到了一个人机罕字的地方 组织这个比赛 这个无疑是在空间上 在地形上增加了难度 第二个就是增加了很多 这个战术应用方面的科目 应该说难度比网界多大 在被调整取消的科目当中 有不少都是中国队员占有一定优势的科目 而新增的地形学和水上科目 则恰好是中国队员相对来说的短板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集训队不得不立即做出调整 考核科目经过大幅度调整之后 一二两个组几乎又站在了 同意起跑线上 队员们提升能力 相互比拼的尽头更足 领导们一直就认为 我们二组没有一组强 但是我们不这样一维 我们就是一定要说 一定要赢我一组 就是叫着劲儿来干 武装求度的考核结束后 集训队转场到了一个水库 他们要在这里展开 操舟科目的训练和考核 操舟也是主办方新增的比赛科目 在这个科目上 队员们相互之间的配合更加重要 每个人滑井的速度 力量角度都必须高度一致 否则很难掌握好 橡皮舟前进的方向 武装求度时的一秒之差 让第二组队员在操舟训练时 格外耐力 如果在这个科目的考核上 超过第一组 两个组今天的较量 就会打成平手 这对第二组队员来说 将是极大的鼓舞 走 那边快点 我都回 快点快 平常的训练 他们都是在进攻 谁都想着 把各项技能掌握得最熟练 最过瘾 就在第二组队员 练得正起劲的时候 队员柳东坡 突然脚下一滑 掉进水里 这边太滑了 这个船头太滑了 船上有水